第四邊 來為斯菲亞大區第一級 第一輪的賽事 雖然中華隊在前三點都輸球 不過第四 第五點的單打仍然要進行 第四點是由李冠義碰向李哲 第一盤雙方互寶發球局直到第十一局 才由李冠義率先破發 以7比5拿下手盤 不過第二盤 中國的李哲以6比2幫回憶成 因此進行到決勝的第三盤 李冠儀雖然一度取得5比3領先 但沒能把握機會 被李哲追到6比6 最後在Type Break當中 中國隊的李哲連下7分帶走勝利 因為對方在我3比0的時候 他也發揮得相當不錯 然後就是關鍵有一顆3比3的時候 我有一顆他上網 然後我打一個腳面球 然後他打一個很短的球 我上去正拍直接打他右邊 然後結果被他拆到 然後那顆他救回來然後來不及 我覺得那顆也是滿 這一場的關鍵 滿可惜的 至於第五點單打 則是由彭仙穎對上張志珍 前兩盤戰成平手 在第三盤一度取得賽末點的機會 不過可惜最後還是不敵張志珍 彭仙穎就以2比6 6比3 6比7敗下陣籃 彭仙穎平時專攻雙打 儘管落敗 但這種比賽他多次上網攻擊 收到不錯的效果 上網其實基本來說 我今天就是把單打 當作一個練習的心態下去打了 那就會比較多配合 我自己雙打的一些戰術 那基本上其實這個戰術 對我來說也比較有效率一點 因為本身如果說打底線的話 我可能不是他的對手 兩位四倍中華隊雖然連數五點 但其中不少比賽都有機會獲勝 教練張敬彥也肯定選手們的表現 希望隊員們在9月的保擊戰 能夠有好的成績 我們在9月2倍中華隊雙打中 支持屎衛隊雙打中 我們在9月3五點 支持屎衛隊雙打中 快一枚搶 我們在9月3 Weet 希望可以 是9月3日的 就幫我們